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吸其三块上古神器 便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早上第一件事 带上我的跳鼠 把泰克发电机关掉 稍微节省一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等天晴了 就把空调和冰箱安装好 我制作了五台空调 一台冰箱 启动泰克发电机 通电成功了 凉爽多了 泰克发电机实在是太方便了 连线都不需要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制造了一个锋利发电机 我的能量元素迟早有一天是要用完的 有了锋利发电机 就能帮助我保持通电 将电线铺好 之后再将它埋到地里 再制作一个汽油发电机 用来给我的工业研磨机和工业烤箱供电 好了 忙了一整天 今天的任务就这样结束吧 我的金属有点不够了 明天采集一些金属 再制作两个泰克炮塔 唉 这一天可真累 腰酸背痛的 天快黑了 活动活动筋骨 时间不早了 我也准备休息了 晚安 做个好梦 什么声音 我好像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了 什么情况 难道是我今天没有安装牢固 去检查一下 听这声音 应该是我的泰克炮塔平台 没错 这里破碎了一块 还有一块 不知道是哪里 不好 是岩石巨人 快 开启我的泰克炮塔 难道他们就已经开始发起进攻了 不过 我只看到了一个小型的岩石巨人 那边又出现了一个 泰克炮塔太厉害了 几秒钟就将他们杀死了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他们也没有再出现了 看来今晚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采旭说他们一周之内 就会对我发起一大波的进攻 现在只过了不到四天 难道这一波进攻 就正式开始了吗 采旭要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 如果他在的话 他还能帮我感应到地面的电子波强度 了解他们的进攻规模和位置 那样我才能更好地抵御 这一波岩石巨人的进攻啊 可是 唉 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